好 本支影片角色是玩 黑寡婦 性感的黑寡婦 我们这次就来玩这支角色吧 一二剑人 这边是俯冲 他也是绳索的 黑寡婦 这支角色 他的大招比较特别一点 续忍是相当快的 所以比较像是一支刺客型的角色 三剑人是电击 好像发射炸弹吗 有点类似炸弹的样子 哦 这一支做得很逼真耶 这支角色 發個大招 有點類似瞬移喔 這隻角色玩下來比較偏向後起角 因為他現在的技能其實跟他的大招有點不太搭 那大招有點順閃那種概念 就是你要搭配那種連技啊 目前來看這幾套技能不是那麼好用 但是隨著你等級越來越高 你的技能解鎖會越來越華麗 越來越豐富 應該就很適合他的大招了 這隻應該算是比較算中後期的角色 我以前玩下來讓我有這種想法 畢竟我主號玩了現在五十幾等了吧 點兩下螢幕會稍微的跳過 第四技能 喔 可以拉過來耶 不是啦 拉了以後會飛過去 這招是隱身喔 這招是隱身的 這招是隱身的 他就看不到我了嗎 好啦 被拋棄了 可憐的美女 哎呀 同一隻黑寡婦來了 所有劇情都是一樣的 哦 短髮的 短髮的女生也不錯 那每一隻角色都有前導劇情 所以是相當不錯的 都可以值得看一下 劇情都不一樣 可憐的皮衣美女就這樣走掉了 好 現在就是另外一個世界的黑寡婦啊 來這邊跟他告訴他原有 然後就來到這裡 然後在這個廣大的主線裡面 大家都是一樣了 劇情就開始不同囉 好 這是角色的頁面 上面ABCD是裝備 下面是插卡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技能 這個地方是技能 你有看到嗎 2 3 4 這四組技能目前裝備的 還有那麼多還沒解鎖 除了這些表現以外啊 可以充分展現他那種刺客的這些流暢感啊 那不只這樣 左下方還有33等 52等 71等 他這招式還是會演化的 好吧 這隻角色我個人還是覺得 中期過後可能會有一片天的 好 都只是猜測而已 本身影片就到這邊了 那我還拍了很多戰鬥的副本 可以給各位觀賞 那麼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拜拜